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话语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我要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十八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 丰盛的荣耀 保罗在第一章的后半段里面 可以讲是一个为以弗所教会信徒做一个祷告 而这个祷告写出来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说 如果你的祷告有一天被人家公开了 你会怎么感想 当然我们有机会替别人来祝福祷告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常常会学习 怎么样的祷告会比较成长或者进步 或者有内涵 当然我们不必去羡慕 某某人的祷告这么样的漂亮 而是我们本身要学习 祷告本身的确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深度或广度或远见 第一个程度是我们要学习是听别人的祷告 就如同我们现在看保罗的祷告 这些祷告本身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本身他跟神之间的信仰的深度 关系如何 特别是在诗篇当中可以看到 大卫的祷告那么样神秘 那么样个亲密 那么样有内涵 我们可以学习 让我们自己本身进入到的祷告当中 是这样的一个贴切 真实 第二个我们可以读圣经上的一个伟人的祷告 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读太多太多的祷告 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 保罗在魏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当中 其中有一句话 第四季节说 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个真有意思 特别是我们第二代第三代 尤其是第四第五代的基督徒 要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情 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认真的建立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当然上帝创造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传统的习俗 这个很好 可是每一个上帝他必须跟自己要建立关系 你看我们在读旧意圣经当中 上帝在介绍他自己 比方他向以撒介绍自己的 他会说 我是你的祖先 我是你的父亲 亚伯拉罕的上帝 他在跟亚哥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你的祖父 亚伯拉罕是你的父亲 以撒的上帝 他在跟亚哥的后代介绍他是谁 他就这样一个一个介绍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上帝要成为我们上一代的上帝的同时 也必须建立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学习真知道上帝是谁 原文当中的know这个字 有很深很深的意思 真知道他 然后需要上 如同保罗的祷告说 上帝从上天 这个天上给我们的启示的灵 智慧的灵给我们 这个知道有三种的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知识上的认识 很多人读神的话语 都在神学院去研究有关于上帝 这个很好 我们必须从理性来认识他 听神的话语 参加敬拜 听这个牧师所分享神的道 来认识上帝 可是第二个层面 是经历的层面 经历层面更不一样 你比方说 我的儿子 他知道我父亲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历跟我之间的 这种亲密的关系 有的时候话不多 但是他知道我对他的关怀 他也知道 做父亲的喜欢孩子什么 不喜欢孩子什么 我们必须经历上帝的作为 彼得 保罗 他们都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经历上帝的 摩西经历上帝的 要保罗 经历上帝 他们的信仰 不是从神学院建立起来的 他们是经历的 所以我请大家大胆祷告上帝 你要必须跟上帝说 主 让我从各样的层面来认识你 第三个是智慧的层面 这个层面是要透过祷告 神要启示他自己向你 向你启示自己 你越多的人能够争执到他 然后我们开始就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用属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任何的事情 我们有这个眼睛 但是我们却用神的眼睛来去看前面的事情 第二个呢 保罗祷告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的眼睛 你可以看见我们肉体有眼睛啊 可是他要我们照明心中的眼睛 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眼睛会看前面的事情 看得出来 可是我们心中的眼睛会叫觉 要指挥我们的眼睛 今天去哪里看 去看什么东西 我们的心里面眼睛 会引导我们去选择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这个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中的眼睛 他在讲什么东西呢 他在讲的是价值的问题 他在讲我们喜好的东西 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去出国 他心中的眼睛 他想到出国 他看到国外的东西 他会在那边成长 他要在那边学习 他在心中的眼睛指挥着他们 指引导他们往那边走 有些人学成之后 回到这个自己的国家 他往很贫穷的地方走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他心中的眼睛 他的心中的价值 他心中的喜好 他喜欢跑到贫穷的地方 所以他用肉体眼睛 去看真实的情况 可是什么是驱动他去 是心里面的眼睛 我想我这样解释 你们就听得懂 每一个决定都是发自我们的内心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保罗所祷告说 求上帝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意思说 带领我们去看神所喜欢的东西 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心中的眼睛 我们会随着我们自己思域去看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或者是眼目的情欲 我们所心里面看的都是很糊涂的事情 都是短暂的 追求这世界的一个娱乐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诚实的问自己 你看当初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们就是如此 他们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望 他们把内心的价值 内心的价值给混乱掉了 所以心中的价值 其实在讲什么 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帮忙每一天 我们都读神的话语 让这神的话语成我们心中眼睛 最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原则 他会指导我们 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有聪明跟智慧 所以引导我们去看 应当看的东西 你就会做出 让上帝喜悦的事情了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